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求还我土地的农民 在去年也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 形成一股巨大的民意 反弹的声浪 也逼得行政院长吴敦毅他出面指示 要化地还农 去年的8月8号 吴敦毅说事情可以圆满解决了 他又圆满解决这四个字 有时我们大家看电视看外 说好 放一口气 松一口气了 我们的事情处理好事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去检视 发现整起事件延宕至今 长期参与此事的人权律师詹迅贵 他告诉我们 十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县政府的进度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原地踏步 但有些事情是没有原地踏步的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苗栗县长刘正宏 没想要人这样讨论 大动作控告了大话新闻的主持人 以及来宾们 求偿十亿元 您可以想象吗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讲了却让人有些呢 觉得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 苗栗的竹南地震事务所的赖姓主任 他参与了大埔农地 第一阶段的土地丈量 但是他在今年的5月3号晚上 坠海而死 死者的妻子他怀疑 他做的是地幕变更的工作 是不是因为利益太大了 是不是被谋杀 他的家人怀疑 遗书的内容疑似遭人篡改 案发现场 监视器却是离奇巧合的 在当天失效 为什么疑点重重 那今天想起来 去年的8月 大埔阿嬷朱冯敏 为了农地被征收巡短 他说这四人 从征收三次 实在没干净过 结果呢 这起大埔征收案 至今有两个人死亡 这整起事件 究竟该怎么看呢 另外我来看是 今天有一个 也蛮受大家关注的新闻 部分的中油厂商 这个受到塑化剂的影响 他们叫苦连天 他们说 这基本的损失是太多 今年夏天 饮料市场的损失 达到百亿之多 所以政府说 好啦 那我们提供你 你现在都给你完税证明 你这是买到的 这个黑心 这个起源纪是怎么处理的 你把财政部来报告之后 就可以减免税 很多消费者在 求偿无门的时刻 因为没有具体的 这个实际受害的证明 的时候 求偿无门 为什么现在这些 中油的厂商 就可以真的省到税金了 这有得力吗 难道这些中油业者 可以扪心自问 他们真的是 单纯的受害者吗 他们发现中旅游 在地上去的时候 他们买的这个黑心 起源纪 看这么两个小时 敢说他们没有怀疑吗 敢说他们没有 这个食品检业的一个控制吗 敢说他们不要 为他们自己出产的东西 来负责任吗 大家都有进一步的讨论 也欢迎您 扣印来参与意见 0227966240 现在介绍与会来宾 国民党立委罗书磊小姐 辉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余美美小姐 辉明好 大家好 万方医院的精神科医师 潘建志医师 辉明好 大家好 还有台湾通信 网路产业工会理事长 张俊中先生 欢迎郭阳经导大家好 还有律师徐国众先生 结果果酱起司 卖黑心起云机 弃一个家 要你检验 但是你没有办法具体求偿 你以你绿色的专业 你等一下告诉我们 以你这样一个消费者 你确实有吃到这些黑心的东西的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样具体的求偿 但是现在业者有可能 已经可以省到钱 省到税了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财政部副税署 悄悄在网站上发了这样的公告 做塑化剂污染食品世界影响的业者 如果发生产品遭退货或销毁 可以提出减税申请 除非说你这个经过起诉以后 然后认为你这个是 有一种恶意 或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但是通常这个都会过年 虽然渔发有据 只是看看这适用对象 从货物税 营业税 到营业事业所得税 预生 冰汉 筋果王 甚至卖加了塑化剂的饮料公司 通通包含在减税行业里 因此不管是被查获 添加塑化剂还隐瞒的预生 或是让台湾人吃了 15年毒塑化的冰汉 甚至靠卖毒果汁制服的筋果王 这些厂商只要出去发票 也都可以退税 一般的观感都不是不好 就是说你从道德准面来 相对于塑化剂被害人求偿 供了20人申请要求索赔退费 却因为手续繁复 款不积极 要把塑化剂吃下肚的消费者 谁来帮助他们 对照黑心厂商有损失 财政部竟要升选手 减轻负担 显得格外讽刺 三星辈阳中级 刘平家台北报道 密包包含塑化剂的产品 在刚从架上被扫下来 为了民众吃的安全 政府初级要扫除有毒塑化物 只是加入毒塑品 让业者生意受影响 没想到财政部竟然提出 受害业者可减税 这让民众骂翻天 我不相信 因为每家公司应该有 他自己的聘管 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些 用物料之前 应该有一些检验 所以他们应该 也是要负责的 统一退有人知情 就不合理了 他明明是要贪便宜 那伤害的消费者 那还怎么退水给他呢 塑化剂危害食品产业 财政部决定补偿 中游及下游业者的损失 到底合不合理 肖机会立刻跳出来 为消费者暴躯 这种本来就是业者 业者他自己的义务跟责任 你不能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上游 上游来的都跟我没有关 所以我是受害者 那理论上 以业者来为消费者把关 跟他为他自己产品负责 这个角度来看 他本来就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塑化剂风波有如滚雪球 政府要保障业者的同时 似乎忘了 将塑化剂吃进肚子的消费者 才是最大受害者 曾新闻 杨卓白 乔英 台北 乔报道 好 我想知道那些民众 已经说得非常好 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 这位民众的话 我们再听一遍 他说他不相信 他们就是受害者 他说每一家公司 应该有自己的品管 他们在使用这些原物料之前 应该要有些检验 他们应该也是要负责的 明明是贪便宜 伤害了消费者 怎么还退税给他们的 民众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了 我们的财政部是 钱太多 为什么要这样说 但财政部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止一件 还记不记得国际原油大涨的时候 他就率先给CEO减了货物税 一年减却一百多的货物税 费了谁 费了台数嘛 后来台数也不跟着中油降价 对不对 一干完没要做这个行李 台数没要做这个行李 没问题 你财政部就不可以帮他省这 一百多亿一年的货物税 你有吗 你没有吗 所以建国现在 态度立场是站在哪一边 我们现在消费者要求偿 是很不容易求偿的哦 但是政府现在马上开了业者的 省钱省税的大门 徐律师 我说这很不得理的哦 我们如果以整个受害的整个的图来看的话 就像一个金字塔 越下面的人受害越多 尤其消费者是受害最多了 可是我们消费者往哪里去求偿啊 我们消费者现在第一个 因果关系无从证明 无从证明 第二 损害也无从证明 从来说我一定有吃到手法剂了 现在吃到后我必须证明我有损害 我这损害可能三年五年 十年一年才发生的呢 甚至搞不好因为我只生了两个孩子 我本来可以生第三个 就是因为这个搞不好生不出来 我现在无从证明啊 要说这一群 那我们的受害往哪里去要 可是这一些 明明也是在整个 我们受害的